各位,這輯科科有料,跟大家說一說,就是一個剛剛發射了無來的炮空望遠鏡 這個就是James Webb Telescope 我們在2021年12月24日,聖誕前夕 那個科科有譜裏面,看到有一個Web的望遠鏡 想不到翌日,在2021年10月25日,就發射了 這個就是偉伯望遠鏡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特別的望遠鏡 總共花費了二十幾年 即是說,有很多科學家窮一生之力,都是為了望遠鏡的發射 而它亦都在發射的時間來講,推遲了十四年 十四年,可以看到這個非常難做的發射 首先說說這個望遠鏡的特徵 它是一個三個反射面的望遠鏡 主鏡,大家看到在外面的光線 然後去到主鏡,主鏡就反射到第二片鏡 由第二片鏡再反射到第三片鏡 第三片鏡反射到接收光源上面,一個三級 而這個望遠鏡,第一級是一個Ellipsoidal 第二級是一個Hyperboloidio 然後最後那一級也是一個Ellipsoidal的鏡 這個鏡是,要望什麼樣子呢? 現在這幅圖可以看到了 在左手邊的紫色,就不是那塊鏡 這個是太陽罩 然後在右手邊,大家看到黃色的部分 就是那個望遠鏡本身 望遠鏡本身,就由很多塊球面所組成的 這個形狀的東西,在發射時,就要摺埋的 大家現在看到,在一個火箭上面 它是在一個整腦製裡面,是摺埋的 因此它是需要去到太空之後,要展開 稍後會跟大家介紹,展開的過程 這個可以說,在一個至今為止 全世界最貴的望遠鏡 中共有20個國家,持續了25年 上萬個科學家傾離合作 造成了這個市場 單價最貴的航天器 目前來說,它的運營和科研的費用 估計已經超過了100億美元 100億,10億美元 它重量大約6.5噸 意味著,這個單價超過 成為1萬美元一刻 換句話說,它可能比黃金還要貴 20多倍 這個非常昂貴的望遠鏡 我們來看看這個望遠鏡 為什麼要這樣呢? 這麼貴的望遠鏡,當然是原因 第一,它是石上太空 第二,為什麼是石上太空 因為地球本身有一個底層 對很多無線鏈波有所障礙 我們看到一些咖啡色位置 即是被地球擋了 如果我們放太空上去,就有很多看到 現在最重要一點 這個望遠鏡的設計 就是看紅色光牆的 就是在大約10mm至100mm之間 看波長 原因是為什麼呢? 這個望遠鏡 主要用來找非常舊的星 換句話說 是離開我們非常非常遠的星 故此我們知道宇宙膨脹 在遇到膨脹的時候 那些從星體發射過來的光 就有一個紅移現象 即是說那些光的大部分 走到紅外光那邊 所以我們越遠的星 它的紅移現象越厲害 所以這個 Web Telescope 是為了看遠鏡 所以它主要用來收看紅外光 紅外光的 有一點點是橙色部分的光 現在我們先看看它有多大 這裡有個比例圖 當然是任何光學或者外光的望遠鏡 對方來說 最重要是它收光的鏡 有幾大塊 這個鏡本身有十八塊 這些六角形的反光物質組成 這十八塊東西分開了幾個組 最中間是白色的部分 白色的部分就是 這些大型望遠鏡 第二個鏡 會把光照到白色部分 白色部分下面有第三個鏡 照上來 由那裡接收器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 它雜光面積 升度是25.4平方米 這個就比起 Habble 那個網絡已經大很多 但是 五倍又多 因為這樣 所以它要把它摺起來 它是由十八塊一模一樣的六邊形 所組成 其實這個六邊形有點不同 相差一點 這裡說錯了 不是一模一樣 發射時摺起來 然後去到太空之後 再把它打開 並摺在一起 鏡面的材料 有一個非常高的環境要求 為什麼呢 我們這個鏡面在地球上做 所以製造的時候 我們說的是 我們平時空氣的溫度 20度C 但當它去到工作環境時 它基本是落到 差不多絕對零 即零下 攝氏 負二百七十幾度 故此 它的溫度相差非常之高 而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它發射時 接合在一起 那個在火箭的整流之中 將會受到非常大的震盪 和各種各樣的重力的影響 所以它在製造發射和工作時 所面對的溫度是非常不同 所以它絕對要求極高的 對鏡面的材料 而同時它要具備足夠的能力 抗彎曲的光度 又要有好的熱穩定性 熱度傳導率反高射度 密度低越輕越好 溫度變形少 性質不活潑等各種特徵 在精度上 它這個鏡面 要達到十納米級別 換句話說 是等於幾十顆原子 拍在一起的厚度 這個比起一張普通的A4紙 我們印刷用A4紙 它允許的偏測不超過 這些紙的厚度 萬分之一 大家可以想像到的難度如何 另外後面 它有一把很大的太陽傘 這個太陽傘 主要是用來幫它遮光的 雖然它離開地球很遠 但不代表能夠徹底擺脫了地球的干擾 以及太陽的干擾 所以它有一把太陽傘 這個太陽傘擋住了由太陽和地球 照過去的 尤其最重要的就是 紅外光 熱光 我們知道任何物體都好 我們有一個叫做 black body radiation 即是 黑體的放射 原因是為什麼 我們一個物體吸收了能量之後 如果它不能夠把能量放射出去 它會越來越高溫 這個放射 我們叫做black body radiation 黑體放射 黑體放射 通常來說 就會在紅外線範圍 而這把太陽傘 一邊就會背著太陽 那邊可能到達300度以上 但另一邊 我們希望它越冷越好 所以另一邊的要求 基本上差不多是零度 換句話 我們這個零度是絕對零度 不是說冰點的零度 就是-273度 大家想像一下 這裡中間隔了一張是500度C 那怎樣做到呢 它就是中間用了很多層的複合材料 而這些複合材之間 也是非常之薄 整個太陽傘的面積大約是300平方米 而這個一樣 和前面的網影鏡本身一樣 在發射時 會受到火箭的劇烈震動 進入太陽之後 又要將這個太陽傘 拔緊 所以中間的難度非常之高 這裡有一個影片 跟大家介紹一下 怎樣工作 這裡有一個動畫 跟大家展示一下 這個望遠鏡打開的情況 現在這個望遠鏡發射時 是接近的 好像是這樣 然後大約發射之後 31分鐘 它就會展開它的太陽傘板 去到兩個小時左右 它就會開始 展開他太陽傘板 我兩個太陽傘展開了之後 去到第四天 它便將太陽傘矯正的事情 彈開來了 這兩個就是防止 因為太陽傘 是受到太陽風影響 就被譬如軌道 去到第六日島 它就開始展開它的太陽傘 太陽傘首先會有一個中間的 棍材的東西拉出來 這個就是把那個很薄的太陽傘拉開來 太陽傘有很多層的 所以拉開之後 到第七日 就會將每一層都將它拉緊 去到第十一日島 主網眼鏡的二級鏡就會展開 展開之後 它們在第十一日島 於是它主鏡的第一塊和第二塊 會陸續續揭開的 現在它們在第十三日 已經揭開了 這個就是整個展開的過程 大約去到二十九日 它應該在這裏 就可以將這個貿易交給那些貨家用 在這裏 我有一點說錯了 它這個展開的過程只有二十九日 之後它還有一百多天的飛行時間才能去到 大約要半年多一點時間 大約是六個月左右 五個多 六個月左右 才能去到它的工作位置 工作位置就是要選擇一個位置 第一 它要穩定 如果我們每次要用能源 將它矯正位置 這就非常昂貴 因為大很多能源 第二 將它離開可以受干擾的東西 越來越好 地球或所有東西 都是一個熱源發熱的 不斷向外發射各種反射的陽光 輻射線 諸如此類 因此它離開越遠越好 第一 第二 它也要放在一個 是沒有什麼星際塵埃的地方 大家想像一下 這個望遠鏡去到這麼遠 如果找人去整 沒有可能的事 待會我會告訴它 放在哪裡 離開我們非常遠 所以它要放在一個位置 不可以讓它無故地走去 我們要把它拉住 第二 也不可以拉太實 因為它向地球飛過來 或者向太陽飛過來 終於它也會撞在太陽上面 所以我們要找一個位置 可以放對它 實際上有這個位置 因此一定要找一個平衡點 科學家選擇了一個 日地引力平衡的 Lagrange Point 2 第二點 這個就是離開地球 大約150萬公里 大約100萬英里 我們記住 給大家一個數字 月亮與地球相差 三十八萬公里 現在我們說 比月球和地球的距離 大了五倍左右 未夠五倍的距離 所以是非常遠的 離開這個位置 希望可以離開地球熱源和塵埃 溫度一月都可能達到 零下的220度攝氏 可以滿足望遠鏡 整體的工作環境要求 這個Lagrange Point 2 是怎樣呢 首先這裡有一幅示意圖 這幅示意圖 在左手邊紅色 就是第一個Lagrange Point 再遠一點就是太陽 即是在太陽和地球中間 有一個點 就是可以剛剛好 地球的慢有引力 和太陽的慢有引力 基本上互相平衡了 放在那裡 另一點就是 在地球和太陽更加遠的地方 就是在螢光網上看到的 右手邊的L2 這是第二角 現在的James Webb Telescope 就放在L2這裡 另外還有就是 有4、5 但這裡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地球也有月亮 所以地和月之間 也有它自己的Lagrange Point 這裡就比較容易讓大家看到 如果我們只是把這幅圖縮小 只是看中間的部分 中間現在就是地球 然後外面有一個月亮 現在這個James Webb Telescope 就是在地球、月亮和太陽之間 所以就在螢光網左手邊 但我們只是集中解解 Lagrange Point那幾點 一個就是L1 這個就是地球、月亮之間 剛剛好的萬有引力 是雙等 所以放在那裡可以停留 第二個就是L2 就是在月亮之外的位置 另一個就是在地球的另一邊 L1、L2、L3 這個L1、L2、L3 就是一個數學家 叫做Eller 是發現的 而另外還有兩個 一個就是4 和4和5 這兩個就是Lagrange Point 4和5 就是Lagrange發現的 這裏下面有一個 思伊圖 動畫 現在介紹給大家 如何了解這件事 如果大家參加太空旅行 那你去到某個星球之後 那你打算呢 就拍下你的太空旅行 然後下一個星球 那你去看看 到底拍在哪裏好呢 那如果我們就這樣隨便擺的話 你會見到 那個太空旅行 就慢慢慢慢地 就向著你的那個星球移下去 所以到你幾年回來之後 你會發覺你的船 已經離開了你原本拍的地方 十萬八千里 但是有沒有地方 真的可以把船拍好呢 那些叫做Lagrange Point 你在這裏 就剛剛好 那個星的引力 和那個行星引力 剛剛大家是對等的 所以他們在那裏 就很穩定了 現在我們首先把這個 衛移的那個能量 是用一個座標畫出來 那麼中間的黃色就是那個太陽 然後一個 黑色的點就是我們那個地球 那麼在太陽和地球之間 那麼有幾多個Lagrange Point 首先 因為你的東西是圍繞著那個太陽轉 所以首先是一個離心力 現在你就代表了一個離心力 而太陽本身呢 也都有一個慢有引力 那麼這就代表了一個慢有引力 就是它跌下去的 那地球本身當然也有 所以就地球有一個慢有引力了 那麼在這個這樣的圖上面 我們可以見到呢 這裡是有五個點 那個表面是平的 首先現在如果你的點在這裡的話呢 你太近太陽了 那麼你就會慢慢飛向太陽 在這裡呢 你都會被地球吸吹慢慢地去到地球上面 但是 如果你是拍對位置那裡的話呢 如果這一點呢 你都會來得太遠了 但是如果你在拍對位置的話呢 這裡就是有五個點 就是剛剛好為平的 那麼這五個呢 就叫做Lagrange points 那麼這裡就是 有一、二、三呢 就是有一個叫做Eller的數量學家發現的 另外四和五呢 就是Lagrange發現的 那麼現在四和五呢 是一個穩定的 那麼換句話說呢 那裡呢 那裡就會有大量的 物體會聚集 因為那些聚在那裡的話呢 它不會到處走 會拿到那個位置那裡 而呢 其他的那三點一、二、三呢 是不穩定的 所謂歪了一點點 那麼它就會走了去 那麼這個呢 我們現在呢 那個 James Webber Telescope 就拍在Lagrange point 的第二道 不是這個四和五 那麼這裏呢 有另一幅圖 跟大家再講清楚這一點 這裏呢 我跟大家譯做中文了 那麼就現在 現在看到一個轉得很快的 就是月球圍著地球轉 地球也圍著太陽轉 現在出來的橙色 將會是 James Webber的軌跡了 那麼現在的軌跡當然 不停地變緊的 稍微變少少 但是基本上它在那裏 就可以很穩定地 工作 不會走去非常遠的地方 那麼 那麼 從不同的角度 看看這個軌跡 現在呢 在那個 NASA的網站裡面 就給了三個不同的角度 給大家看 第一個就是 所謂Top View 是上面看下去的 現在 紅色的點就是 地球的位置 它就向左發射 去Lagrange Point 2 去到Lagrange Point 2 我們看到它就會 可以將軌跡 扭一扭正 然後在同一個軌跡 轉 第二個就是 側邊看過去的 就是我們一樣 左邊就是 地球 然後它就飛過去 然後在我們地球 擾著太陽轉的平面上 打側望過去的 最後一個就是 從太陽的角度 的Side View 看過去了 今天我把這個動畫 開給大家看 這個動畫 我將會做幾次 第一個就是 大家看完這三幅 一起顯示 然後我會把 左邊的上 Top View 給大家看 跟著就是Side View 跟著就是Side View 從新 就是太陽那邊看下去 現在我們開始看這個 這裏我也不太複雜 一次過 同時介紹三個圖 所以我現在這裏 就給大家看三個圖 它在一定角度來說 因為地球圍著太陽轉 所以那個Web 也是圍著太陽轉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首先就是這個 Top View 現在地球翻出之後 它就會繞著 跟著有一個軌跡改道之後 將它變成一個 Lagrange Point 在Lagrange Point 在Lagrange Point 這裏是Top View 大家看到 它可以穩定轉 第二個就是Side View 就是地球的平面 看過去 我們看到它 就會去到Lagrange Point之後 它就會在平面 維持在同一個位置上轉 不會走得太遠 是在那裏 所以這裏我們叫做Lagrange Point 最後就是太陽上面看 它是繞著地球一起轉 當然在上面看下去 它好像繞著太陽轉 這個就是 現在中間的深刻 雖然是地球 但我們從太陽角度來看 它是繞著太陽轉 當然 中間的深刻 就變成太陽 最後 和大家看看 到底這個東西有多大 這裏有一個模型 這裏不是真的 這是模型 模型前面 那班工作人員在拍照 當然不是全部的工作人員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 這個 網遠鏡有多大 它現在 已經在2021年 10月25日發射了 以後它有些什麼 新的消息 到時再跟大家介紹 多謝大家 收看這一集的科科有料